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來到5月8日又開始新一期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新一星期開始 今天來到星期一 今早想集中講一下捐血的議題 事關上星期紅十字會有個呼籲 說血腐告急 說副存量只剩4天 結果有很多市民很熱心捐血 人數創造了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人多本身應該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又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看到大排長龍 捐血站要等3小時以上 坐在路等3小時以上 有些人甚至看到這麼多 要等這麼久就不如離開 大家都不想見到這個情況 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好些 你自己看到紅十字會捐血的情況 都可以跟我們談談17231 請來的嘉賓在直播室 有立法會議員李國倫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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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捐血人數有1,700人 是否一個很好的數字 你們怎樣看 其實我相信這反映了香港人 很有愛心和肯幫助人 有呼籲的時間 像上次我們說有戲片捐贈 這些情況 香港人都很投入去做這件事 反映就是相信香港人 自己有愛心 想幫助人的心 去呼籲的團體應該說 我有個準備 沒有機會有多人 甚至沒有反應當然不理想 有反應的時候 我們會調配資源做 譬如分流這些 這就是管理的問題 我跟香港人 當然這次都很幸運 有很多人可以成功捐血 雖然排隊都很肯去捐 反映到醫院的用血量 都可以穩定了 但也反映管理層就是 當我們呼籲任何緊急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會否準備到 如果真的有多人來 會怎樣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 紅十指會搞不搞 都覺得 血腹可能某種血型 都是不夠的時間 可能當時是呼籲 某種血型不夠比較多 今次是說整體都不夠 很多人來捐的時間 我們會否有一個 應急的措施 人多的時間 會否做多些事情 這就是管理層 要心思的問題 一句說 往市未必足夠1,000人 平均8,900 他們理想 希望有1,100人 但上星期有一天 就去到1,700人 都多了很多 剛才你說的最好的做法 當然你呼籲的時候 要預算多些人手來做 但這次算不算一個很特殊的例子 超越他們的預期太多 所以應付不來 還是你覺得 其實他本身 過往做這些調撥等等 都做得不夠 還是怎樣 其實紅十指會 我相信香港人的捐血習慣 大家有空就會去捐血 以前有流動捐血車 或者上學校捐血 但我相信紅十指會 很不幸地可以這樣說 大家認識紅十指會 經常覺得他是捐血 但紅十指會是一個慈善團體 我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NGO的團體 其實他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不過捐血這部分 跟我們相關 因為有醫療用途 而捐血這部分 應該就是 在醫院管理局 負責管理這部分的時間 會否就是 醫院管理局 應該檢討一下 如果如果有人說 我在投放資源的時間 調配人手 和資源的時間 會檢討一下 會有不同的安排 因為我只是給他租 在購血桑疫中心 人手調配上不太理想 資源取放不太理想 我相信這次的經驗 便會做一個好檢討 厲害的檢討 醫院管理局也好 政府也好 營過的內部也好 資源調配人手安排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一般人還是覺得 它自己方便 譬如說 上班時間 可能會捐 服務時間會延長 這牽涉到資源問題 如果要延長時間 它是要人手的 因為平均一個捐血差不多要鬆一點 去到我們不是抄血 是做一段檢驗之後 讓你安頓了 再做捐血的時間 捐血的時間差不多需要40 差不多是二十多分鐘捐血之後 再讓你休息 沒事讓你離開 差不多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地方有否可能是安排那麼多人在那裡捐血 這些全部都是有經驗的做法 可以用這些經驗和調配資源 令市民適時可以上去的時間去到 這也是檢討的範圍之內 聽你這樣說 追檢討者 誰做的檢討 應該是追醫院管理局管理輸血中心那群人 還是追紅十字會 還是怎樣 我理解在上一個管理制度裏 我相信紅十字會應該今次的經驗 他就會看在輸血中心的資源來源 管理情況 在醫院管理局負責的時間 他們內部如何調配資源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看就好像很簡單 其實抽血輸血這部分是要專家做的 不是每個立院都可以做的 還有資源上是有些限制 例如他們那些血袋 厭血的問題 我們印象中普通一個人去到就是坐下 不知為何刺手指 血壓之後 然後就輸血了 輸血之後可能有食物飲 你走了 但其實裏面配合很多工作要安排 這些不是一般可以做到的 是有受過分的專家才能做到的 這個問題就可能需要他們去檢討一下 譬如說醫院管理局負責這部分 他們如何調配資源 去配合 譬如說需要延長時間 或者我叫做靈活的時間調配 呼籲之後 緊急呼籲之後 會否準備多了一個中心點 呼籲別人 同一時間旺道呼籲別人 你不要只要去這裏 可能到處中心點也會多了人 就像我們在說街政分炒 分多一些人會不會去 又不會集中一點去 這樣會比較好 我們也用到街政的比喻 這次見到周末竟然等的時間 好像輪街政一樣 三個小時接個東西出來 街政我們也見到它有些分流的方法 譬如會打去預約定 電話預約分 讓大家不用等那麼久等等 你見紅十字會好像沒有這些服務 其實過往一般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就是我今天不會跟你聊天 即興就去捐血 可能有些準備 我今天都去捐血 可能沒有捐血 還有一些我們是雜班性的 捐血者在香港很多 我自己以前也是 因為去英國讀書之後 回來就不准捐血了 因為怕風流症 我九個年代之後 到現在都捐不了血 一輩子都不行嗎 一直都沒有說我可以捐血 總之這件事 安全的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血是我們自己給了別人 我自己有疑問或別人有疑問的時候 我應該不應該捐血是對的 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很難去預計 很恆常地 就像打開門做生意一樣 這晚一定會來 未必是 因為捐血後 一段時間才再捐血 在這個情況下 可能預計點就是 可能有網上預約 甚至有電話預約 可以安排到一些時間 做的時間就可能會好一點 尤其是呼籲了之後 如果有這兩件事出現 在管理上就容易做 不過當然了 我在這裡說是容易 但是在資源調配裡面 管理上也要做一些工作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他們的總監 紅十字會總監袁漢榮 都被人問到 現在排長龍 他的答法是怎樣 他呼籲市民調整 作息和空閒的時間 就不要集中在週末捐血 期望在平日下班或吃飯時捐血 他有這樣的呼籲 你怎麼看他這種呼籲 其實我認識了很多年 他也可以這麼說 紅十字會由普通會員出身 做到現在 做到總監 他很熟悉的運作 紅十字會本身的運作 他在說這部份 會不會市民去配合 我相信市民在這裡注意一下 當然大家有一康二城去做的時間 將這部份 比市民自己想起 除此之外和特製會自己也要想 或者負責資源調配 也要想起 既然我有這樣的呼籲 如果我當然希望市民不要 一波風來 調配自己的時間 是否也要相應 自己調配資源 適合呢 但也有一個問題 如果有些資源調配 會浪費了 因為資料資源緊缺 還未理想 所以大家都要配合 這件事比較好 市民在捐血的時間 都會想一想 我方便去 如果我可以打電話去 可以不可以去喝茶覆位 那位置 沒有我們自己來 頂了位置後才來 可能就會好一點 理論上要將捐血者 希望平均分不同的時間 可能是管理者去做 比喊的人自己 例如說你自己調配時間 星期六日不要來 走一來 現實上要靠他們做 才能達到的效果 我想它應該是一個平台 讓管理者去選擇 例如說我沒有特別 我剛剛跟著茶 有聊天沒有特別 狀態不錯 我下一個路下捐 這個可以是這樣 我沒有可能拒絕它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事 這麼多年都是這樣做 但如果有手機 有app 按下去 有位置 我去捐 沒有位置 我去第二間 或者我預約了位置 可能做到科技這麼發達 我想應該跟十字會考慮管理層 跳出這個框框 有這樣的情況 以後好的經驗 就是用一些比較上先進的科技 可以用預約 這樣大家都方便 或者顯示未來哪一天 是少些人到的 大家可以調整 如果未來那天有空 就是撥定那天來捐血 這個也難度 因為其實 如果你有預約 你就知道 很難說到 因為其實很難說到 就是哪一天預計 就會人多人少 因為你也不知道 那些人什麼時候會來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關心的捐血者 是很少不少數的 可能他真的會做一些平台 例如電子平台 無論你在網上 電話也好 當有人來問的時間 就捐了 即使我習慣 習慣了 如果我要捐血 除了我馬上去之外 我都可能用一些電子科技 例如Apps 開電話 或者Web 去問 我會配合到 就不會出現這個現象 另外就是那些捐血站的工作時間 有些是閒日收到七點 有些是開夜一點 時間有些人說 可能晚上才方便到 上班 現在做事這麼忙 真的那麼容易 在下午數出來 找個時間捐血 剛才你說 都要一番時間 隨時要等下回去吃飯 都可能遲了上班 隨時 你怎麼看這個開放時間 其實這個也可能要檢討的部份 因為過往是有個假設 假設說我是開了門了 歡迎你來 因為真的不知道來不來 不同買東西 不是一個供求的問題 是一個個人的愛心和補充的問題 到了這個位置的時間 可能工作主要看 有沒有一些 現時人流多 外交比較多 可能的時間就會晚一點 因為可能放工時間會久了 這裏可能要考慮 在這裏做管理沉入去檢討 當然檢討完之後 要有資源 我想這些資源的時候 在我們立法會的層面 都很歡迎她配合她們 人民政府也好 或者委員會 拿些資源 讓她做這個工作 畢竟救人是我們從小到大 在香港 起碼五十多年 都是一個入了腦的呼籲 我很記得我小時候看過 一個海報 就說石頭是鑽不了血出來的 到現在 你很收入這件事 到你習慣的時間 到你好的時間 你就會做這個工作 所以見到過往 紅十次會出一個呼籲的時候 真的很多市民去排隊 說到1700人 去到一天有那麼多人捐血 但另一個問題 好像談得太長龍了 現在有沒有方法做好一點 大家可以繼續打來談談 今早上請來嘉賓 就是立法會議員李國倫 在電話旁邊請到立法會議員 跟我們一起談談 有楊岳橋在電話旁邊 早上楊岳橋 早上葉姑林 早上李國倫也在直播室這裡 早上阿倫 早上 不如說一下你 是否剛才也試過捐血 你的經驗是怎樣 我剛才的週末就在立法會 完結了會議之後 就去了中環的卷月站 前後的經驗 由我進去和我離開 就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OK 其實等的時間呢 等就可能一個多小時 即是靠回 即是輪候時間 差不多有兩個小時 前後等待 過程是怎樣的 是很多人 還是工作手腳慢 還是什麼原因等等 我覺得必須要強調一個事實 就是當日我目測 大概有六位到七位左右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是沒有停走的 全部都是有接待 負責姑娘去見捐血者 或者幫忙做捐血的過程 全部都沒有停 而同一時間 由我進去開始 基本上都坐滿了人 到後期 到我捐血的時候 到下午三、四時 更加是捐血者站在那裡 所以基本上 第一就是很多人去捐 第二就是工作人員上 沒有散漫的 問題在哪裡呢 如果要等那麼久 或者是否一個問題 還是應該是六個人員不夠 應該加多些人 還是怎樣 你覺得 我猜是這樣的 編制上面 他可能也都沒有遇到 可能是一個短時間會突然間出現這麼多捐血者 這個可能跟平時一般的他們預備的人 就可能是有出入了 當然一個歸根究竟的問題就是 突然間出現大量的捐血者 為什麼呢 這個也是觸及到你們剛才談論到的開放時間的問題 因為亦都有了解 我亦都試過 我本來不想四周六的 我有想過不如第二天去吧 但是發現同我的上班時間 或者立法會開會時間撞了 那我就覺得不如轉來我等多一會兒就好過了 這個就是 我是這麼想 我相信其他捐血者都是這麼想 因為有很多都是上班族來的 就打算趁星期六放假半天去 或者是放假去 如果能夠將上班時間 開放時間的彈性一點 不要三、七、三、三 例如上中環、銅鑼灣或者旺角 這幾個比較方便的地方 可以延長到晚上八、九點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第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第二當然就是為什麼會突然間 他們需要這麼多人呢 就是因為血腹不夠血 下一個問題就是那個經常捐血者 那個數字是低的 正如他們自己公開都提及 就是因為中學生改了制 這樣就少了一半 那可不可以去到大學生呢 或者因為我留意到大學捐血站 其實現在我理解只有兩間 香港這麼多專常院校 能不能做到每一間學校都有呢 這是下一個問題 另外剛才也觸及過的 就是有沒有做好一些預約的工作 方便一些人流可以分開一些 比如說網上預約 讓紅十字會自己好計算 這裏就怎樣看呢 我有問過姑娘 就是當我讀了手指之後 我說姑娘 如果我現在讀了 你確認到我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有事做 我過兩天回來 行不行嗎 我可不可以約 他說不行 因為他說他不能夠確認兩天後 我是不是我的缺陷合成 這個原來就是一個很實際的 就是訊息問題 但是我同意剛才 李國林提及 就是如果我網上 我預見到 中環站 如果現在我過去 輪流時間大概是兩小時的 那我可能就會想了 原來銅鑼灣是個半的 那不如我去銅鑼灣吧 我猜如果 他未必需要做到預約 但是起碼他實時 就好像我們走廢島 起碼我都知道我多少分鐘 那我自己有得選 那這個可能已經是第一個 就是最簡單做到的 想到做到預約 我當然希望做到 但是我又不是很肯定 在狐理上究竟 這個是不是確切可行 這個可能要交給李國林了 OK 可以不可以呢 預約其實按道理 有些地方 譬如新加坡也正在做 網上預約可以劃定哪個時間 譬如後日來 那段時間預約 沒有什麼其他人爭的 就可以去 預約的概念是一定提醒的 就是說如果我預約中 我今天兩時來 我來到這裡做了全套捐血的步驟 由一個護士檢查 到你適合後再進行捐血 之後當然就亂走 休息 吃點東西 走 這是一個一小時間的過程 就不可能分開 就像我叫阿光 來到檢查後就好了 那麼我過了兩人來捐 這個一定不行 所以我覺得我們說的預約 應該是集中會看回 就是我預約了 就來到 當我是說笑喝茶 你打電話訂桌 來到你才有東西吃 你沒理由下單後 兩天後才那單起 這可能是很多安排之餘 這是茶樓的問題 我們不是說喝茶 而是整個僱越過程 不能這樣拆開 我相信如果我們做了預約 必須要說 第一 約的朋友准許出席 因為預約了資源 為什麼呢 好像鄭外仁和喬港中環的中心 最多都是放六七張床 你是要這些僱越的地方去做 你不可能突然加十幾張床 不可能像這樣做 人手加了 未必有這麼好的硬等 背道也浪費了 所以在這整個月的過程中 大家要互相體諒的做法 就是你約了泥 我約了泥 進行整個步驟 差不多一小時的時間 會比較暢順一點 另外還想提到一個問題 其實之前李國倫 在立法會也提問過 也問問楊岳橋怎樣看 說到現在網上有些貼文出來 說紅十字會 你捐了血給他 有些不僅是香港地方用 拿去內地用 大家捐血想清楚 網上有些言論出來 紅十字會已經澄清了 捐血都是香港 但楊岳橋想你都屬年青一代 網上那些 你怎麼看現在網上 去到這些貼文呢 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也反映到 大家對於公營機構 缺乏互信 紅十字會 大家的信譽是良好的 過去這麼多年都沒有聽過出現什麼重要或者過分的醜聞 但是始終它是叫做迫絕工營機構 所以大家就會有這樣的憂慮 我相信解鈴還衰是令人 說到最後 紅十字會如果能夠更加透明 也都是適時去將他們的血交給誰 或者將很多市民的疑問得以澄清的話 始終是會好一點的 我不能夠怪很多香港人 例如他有些問題就是 那些血是不是賣到外地呢 這個當然澄清了 或者那些血有多少是給了市家議員 市家議員是因為這樣而牟利的 這些一系列的問題 其實都需要參與的機構 是多些出來和大眾解釋 以色而類的 但其實他有解釋的 他其實有講到數不如回答李國倫 在立法會文件看到 是不是他在網上的反應不夠快呢 如果看到網民群起有這樣的原因 一定的 葉判林你留意到 縱使他是回答了李國倫議員之前的問題 但是其實有多少人會有機會 或者有心機去找回答案出來呢 我覺得作為公營機構 你不能夠指望市民自己去找治療 而是你主動 尤其是如果你是需要市民業種 好像這次一樣 你更加有責任是坦誠報告 另外紅十字會之前網上有個帖文 就說血腹量僅如4天 如我何干 但如果4天後急需接受輸血治療的 是身邊人仍然跟你無關媽 這個帖文都引起很大的反應 你又怎看呢 這個雖然 這個雖然 就是道理大家都會明白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說到這麼白的 尤其是現在香港人你看到 這次一敷白影 根本香港人是沒有愛心的 就是我上次見到很多白領都願意等幾個小時 其實大家不是那些時間沒有事情做的 但是大家願意這樣走出來 其實不需要紅十字會去嚇大家 或者不需要用這些方法去提醒大家 其實只是需要食時地告訴大家 例如如果每一個星期或一個月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去公佈血腹存量 等大家需要的時候 我有時間去捐 又或者他可以有些措施 可以鼓勵人適時 定時定後捐血 會不會有些少許的獎勵 我不知道是什麼是合適 但是如果這樣鼓勵成為 捐血是一種生活的習慣 其實我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 楊岳橋 謝謝你 跟你談到這裡 謝謝 你個人也問過血供應 很簡單總結一下他怎樣回答你 其實我印象中他說到 當然血就不會離開香港境外 而也在血裡面 血的供應有私家醫院和供應醫院 私家醫院大約是約90%左右 而大部分都會供應醫院 這就是本身的問題 但至於去到對私家醫院 怎樣用血 可能就要讓私家醫院自己交代 如何用血 這個稍後我們可以仔細談 聽眾都可以說一下 你看到捐血的情況是怎樣 怎樣可以做好些 都可以給你的意見 我的電話是172311 172311 稍後再談 好 回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繼續談有關捐血的情況 因為過去周末期間有些日子 捐得很好 上個星期 捐得比平均平死人數 多數百人 但多人捐血之餘 做成了現象要等很久 有些捐血就等了三個小時 大家最近有沒有捐血 你看到整個流程是怎樣 可以打來聊一下 172311 1172311 剛才可以和他一起談 怎樣可以做好些 請來嘉賓 就是立法會議員李國倫 在直播室這裡 李國倫 其實有關這些捐血的問題 看到剛剛三個月前 你在立法會上也有個提問 就是問到現在的血 究竟是用在公營醫院 私家醫院的比例是怎樣 怎樣促成你要進入這條問題 在立法會上 正正是因為有個報道 幾個月前 我看了報紙的報道 很細段的報道 在網上有流傳 但血不是本地人用 或者是流出了本地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我理解 因為我以前曾經在這方面有接觸 我認為這個應該不會發生 最簡單的就是 那條問題 大家明白 其實你捐血去哪裏 這個對捐血者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因為我再不再捐 就取決於我的血是否能幫到人 很多人捐血未必想到你幫到那個人 但整體來幫到人 就這樣做 所以我問了這個問題 他回答案很正面 起碼有一件事很好的 就是澄清到 原來那些血是第一點 全部都是在境內用的 不會流出境外 如果盜絕了 有些情況 就是那些血 可能是賣也好 怎樣也好 流出境外 第二件事 其實那些血是公營醫院 和私營醫院都會用到這件事 當然了 第三件事 有時候有些血 因為一些血 我們不同 你放在雪櫃 可以放很久 有延期日 即是有過期日子 是很短很快的 所以為何經常都會忽略人家 快點捐血 因為沒有了 因為那些血 可能到達後 未用 血不會浪費的 血就會拿去做一些 我們血的一些不同的副產品 例如血清 或者血細胞 可以繼續用一段時間 那些血是沒有浪費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用的血 就是捐血 第一 不會幫助境外的人 第二 不會流出境外 可以這麼說 第二是會有用的 不會浪費 我想這件事就是那個問題 最主要是希望它有一個平台 讓它澄清這件事 看到他們回答你 過去三年 2014、15、16 都超過九成一 其實都是用在公立醫院 用在私營醫院 就是百分之九以下 九左右 但有些網民都繼續 就這樣攻擊 說一成左右去了私營醫院 私營醫院現在什麼病人多 不就是大陸人下來看多 另外你便免費捐血 給他捐血 然後私家醫院又收了很多錢 又覺得這樣不合理 怎樣看這些觀點 我想這個真的要看 例如私家醫院也好 或者公立醫院出來澄清 因為我下去了 其實大家關注了 你輸了血的部分 就去了混合照會 變成了一包血 你看到一包血 拖著拖著 我綁著牽著 就拿走了 去了哪裡 下去就放在醫院的血庫 醫院的血庫裡面 就會有人做這個叫做驗血 我們叫做這個 我們叫做這個 看看是甚麼血型 血型的配對之後 配對完之後 就要適合有關的輸血 其實在輸血的過程裡面 是有一個步驟 需要儀器 需要人手 當然了 在公營醫院又包了 你現在給了100元 遲些加價 如果給了100元 就會包了所有器材 但私家醫院怎麼計算呢 反而我覺得私家醫院出來交代 就是血是一個無償的 給了你 你是幫助人的 在香港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說系統很好 我們人也很好 不論你是甚麼國籍 你有需要 就會用得到這些血 輸血 但其他我剛才說的 配對 輸血 有些鹽水 其他這樣的情況 那些器具 那個收費是怎樣 我想私家醫院應該 就是看他這裡 他是不是會考慮 如果在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血液是免費的 是香港人的捐獻 這部分他也考慮是用了成本收費 或者不會是賺出格外的價錢 他應該考慮這一點 也已經超越了網民的疑慮 直播七記會有嘉賓 立法委員李國倫 可否說這麼多紅十字會的運作情況 不如請紅十字會的代表 跟你一起談談 電話旁邊請來了 有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副顧問醫生 梁雅思醫生 早安 梁醫生 早安 兩位 你好 早安 早安 先說回捐血的人數 剛剛最新的數字 是不是都真的挺好 最近 是的 譬如說過去三天 我們實收的數目其實是1300 超過1200 以及昨天都超過800多 接近900包血液 真的收到 平時一日是多少度 平時說回我們呼籲前的日子 其實真的來捐血閘的人數 可能是800、900 但實際收可能是未必去到700 爆血 之前有一天是1700 是嗎 是1700人來到軍事站登記 但實際收我們大概是1300代血 OK 看到這個數字應該是大家欣喜的 但也看到一些負面的新聞 大家覺得等很久 等幾個小時 有些人來到打退堂股 受世藝不等就離開 怎樣回應 在這裏很想借這個機會 忠心想感謝各位市民 這麼響應我們的呼籲 願意用他們寶貴的時間 和血液去全力支持我們的捐血活動 如果因為有些市民可能見到 捐血站大排長龍 卻步的話 我都希望在這裏鼓勵他們 可能過幾天或者下個星期 再去我們的捐血站到訪捐血 因為其實血液是沒有替代品的 我們在說血液是有一個有效期 即是有一個限期在這裏 不是說我們幾天收得很多 就可以足夠我們全年去使用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想 每天大概有1100人 去到捐血站去捐血 這樣就可以穩定到全港血庫的庫存 方便是病人有血液供應使用 我想問他現在解決了所謂告急嗎 即經歷了這幾天多了血收 其實我們看的數字是有穩定的趨勢 但實際我們都要再看一看 剛剛這幾天醫院實際用了多少 去取回平衡 所以暫時還未說到數字 但我相信稍後的時候 我們會在Facebook上上載資料 可以給市民或捐血人士 作為一個參考 另外我除了感謝市民支持之外 在這裏想多謝我們前線的同事 因為的確是有同事可能是燒駕回來幫忙 也有同事也不計較和我們做一個加班的工作 不辭勞苦為廣大市民提供一個優質的捐血服務 所以其實我真的兩方面很感激 市民和我們前線同事 我也很感謝他們 如果你說說我們捐血站 大排長龍 究竟我們實際有沒有做到甚麼 其實是真的 我們其實在早於我們公佈的呼籲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些部署 我們都看回相信出了這個呼籲之後 不會多了很多市民響應去捐血站 有機會造成一個人多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加多了人手 主要的人手我們是在流動隊那邊 我們盡量可以在那裏抽調一些人手 去一些大型捐血站 去舒緩人龍的情況 另外也真的有一些休班的同事 我們都邀請他們 在那個情況之下 暫時燒駕 參加我們那個服務 所以其實即時上人手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關鍵 剛才你有多謝市民 有多謝前線的工作人員 有人說關鍵可能是管理方面 可能關於整個輸越中心管理上 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好些 比如有人提到網上預約 電話預約 或者你個人提到 起碼你實時告訴別人 各個捐血站的輪候時間分別是多少 方便人流可以自行去分配 這些是怎樣的 是的 很多謝李國倫議員提供的意見 因為其實這些意見 在較早的時段 我們管理層都有考慮過 譬如暫時現在做到 譬如你看見捐血站的長龍的時候 同時就會掛起一些告示 說給捐血者知道 如果你現在開始登記的話 可能要等候多久 讓市民或者有心捐血人士 可以容易掌握實際等候時間 以及希望可以配合到 大家的生活作息規律 另外亦都是有關 譬如一些網上預約 或者是一些智能電話 或者一些應用程式 預約的功能 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們管理層 較早時間已經想構思 仿效我們現在的成份捐血 在西九龍捐血站 我們那個成份捐血服務 其實現在他們那邊 是有一個預約服務的 其實我們已經很積極地想著 看看用甚麼方法可以將它推廣 至一般捐血的服務 都可以做一個預約的安排 當然市民希望可以方便到他們 讓他們知道 究竟捐血站會不會現在排長龍 但你現在貼到告示 在捐血站等多久 捐血者上來才能看得到 如果你是倆提的 如果我們可以在家裡或計劃 出發就可以選擇哪個捐血站 可能要遊魂這麼多捐血站 才知道這麼多分別等多久 明白 所以我們都會看看 可以怎樣 訪客成份捐血的預約安排 早一點可以做到 就是推廣節 全血服務 都可以做到預約 市民可以方便我們掌握的時間 另外亦可以方便我們中心 就是安排人手 因為如果發覺預約的人數比較多的時候 預計有機會有長龍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調配多些人數 去個別捐血站 去應付額外的服務需求 你個人怎樣看暫時回應 其實很好 我相信紅特市會 本身在應付捐血的部分 都做了很多事 不過其實時代又轉了 科技又改了很多 我相信管理層也有責任去看看 你會不會有些適時的方法 去鼓勵別人捐血資源 當然這樣說就容易了 不過是要資源的 我相信有關方面 醫院管理局也好 政府也好 聽到我們今天所說的 你應該考慮給多些錢 給多些資源 讓紅特市會可以做到這件事 否則我們在這裡 說完之後 他們又做不到 最後可能被人說他做得不好 其實他無辜 因為他想做他沒有資源 我們說了那麼多事都要需要資源 立法會議員 我這個站在衝動政府 你有沒有在過去 其實你忽略了 紅特市會的 輸血中心這部分的資源投放 而且突然間有 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覺不覺 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沒辦法理會 大家捐血就算了 但其實他在宣傳上 和管理上 另外在人手支援方面 是需要資源的 政府應該考慮給他多些資源 讓他更能晃順一點 最後其實都是說 除了說服務應該做的事之外 亦不會令到急需血的人沒有血 令到香港人本來心中延續 這是很重要的 繼續跟我們嘉賓 香港紅十字會 書血服務中心副顧問醫生 梁牙絲談談 其實現在剛才你說 最新的資料都會放在Facebook上 去到上載 但網上 老實說 現在好像有一股 不知道是不是 對紅十字會的攻擊 我覺得是 例如說你們的血 不知道拿去哪裡用 說你們出的Facebook post 怎樣恐嚇式的宣傳等等 你怎樣看這個情況 其實有關那些血 有沒有用在那邊 或者用在那些人身上 其實我們較早的時段 都有作出多次的澄清 其實中芯這麼多年以來 將所有的收集到的血液 都只是供應給本港醫院 給香港的病人使用 其實中芯是香港現在唯一一個 收集、處理、化驗和分發血液 給本地醫院的唯一一個機構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會很著重 怎樣可以更加運用那個資源 其實我看過往的 有紀錄以來 其實真的 全部的血都 全部都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醫院 給病人使用 但相反 其實如果有些情況 病人譬如他懷有一個 發炎的時候 發現他懷有一個 紅血球的抗體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些很特別 血型的血液的話 譬如我們發覺 我們那個血腹那裡是沒有的 或者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捐血者 反而我們還會為這些病人 向海外的血腹尋求協助 希望可以提供血液 給這麽特別的病人 所以其實血一定是留在本港使用 這些訊息下不妨多說 讓大家可以認識多一點 最後想問 經歷這次排長龍的風波 網上等等的風波 會否影響到 或者你擔不擔心影響到 大家市民捐血的醫癒 其實我看到大部份的市民 其實都很支持我們中心的捐血服務 因為過去這個週末我沒有去捐血站 因為可能要回應一些記者的提問 但其實再做一個星期 我們說勞動節、佛誕的假期 其實我自己是優價的 但我自己也有親身去個別一些捐血站 看回實際的情況 我都看到 是真的多了市民 因為他們想要少少排隊 還沒有去到排長龍 當時我們都跟不同的捐血者 亦都跟他們交流和溝通 他們都表示 其實明白到那些是一些謠言 他們亦都很支持我們中心的服務 但當然如果提到 例如前幾天 可能在我們紅十字會官方網頁 可能有些市民 覺得我們的呼籲手法 不是那麼理想的時候 在這裡 我亦都想向市民止協 可能當天的帖文 可能會令到某些市民 覺得是受到冒犯 或者覺得一些言辭 就像你這樣說 受到威脅 但其實真的不好意思 不過其實如果看回我們 另一個Facebook 我們那個主要是 宣傳捐血活動的熱血使命 那個Facebook 其實大部份我們用詞 其實都是很積極 而且是很溫和的 所以其實我相信 很多市民都是支持 否則我們不會說 市民排長龍 等三個小時都可以去 幫我們收集血液 提供給病人用 好 多謝你先 梁醫生和你聊天 多謝你解釋 謝謝你 再見 梁醫生梁雅思 就是香港紅十字會 輸血服務中心副顧問醫生 我們電話17231 可以聽聽眾的意見 繼續有你的輪體直播室 為何旁邊有傅先生 傅先生你好 早晨 葉主持和李議員 早晨早晨 我主要想提供一些意見 給大家參考 是否可以考慮一下 在有急症室服務的醫院 因為急症室是20個小時服務 其實在那裏就開設一些捐血站 例如找個適當的地方 而且那裏一些醫院的地方 更加有適當的地方 可以讓市民再用預約的方法去捐血 好 急症室由於24小時開 可能是一個捐血站的好地方 多謝傅先生的提法 你個人是怎樣看的 其實我想急症室或醫院 是有捐血服務的 但我們不是有需要時才做 我相信醫院不會做到 如果我在醫院想輸血 我就說我沒有的 你就要去同入治會 但是捐血的人 一般都是家屬的朋友 可能特別需要做這件事 如果你說在急症室裡開 我相信我即時反應就是 其實去看醫生的人是看醫生的 他有病 未必可能適合捐血 但當然如果家屬是否有機會捐血 這可能是個別情況 醫院會安排 這也是有意見去考慮 是否實質運作 但這個就要支援調配 如果做行政 看回到這個捐血中心 行政會是這樣看的 是屬於醫院還是屬於同入治會 怎樣的資源有很複雜的問題 都可以考慮這件事 其實樽頸委你覺得是 地點不夠還是人手不夠 我想說這位先生說的 是一個好的問題 可不可以有些24小時 都可以開到有人流的地方 可能會考慮這一點 未必一定要有急症室 有些可能像我們現在去 某些快餐店24小時服務 會否有類似的形式 但這是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相信可以有一個考慮的問題 這個衍生了是否可能 會是現場服務的時間 而遷就更多些人 可以去到 好 多謝之前傅先生的電話 還有夏太太在這裡 早晨夏太 早晨 其實有一群去過英國讀書的人 其實他們的血是很健康的 人很健康起碼 但他們斬腳趾被沙蟲 這群人全部不給捐 我丈夫甚至是有抗體 即是乙型肝炎的抗體 但又是因為去過英國 我覺得這件事 他應該在血緣方面去想想 以及告訴我們 你能否受這些血 去過英國駕駛 但這群人其實是很健康的 明白 夏太太 可能剛才李國倫也提到 本身也是其中一個 因為去過英國後來不受 李國倫的血 多謝夏太 還有文小姐我想聽 文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 請說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定期捐血者 因為這次事件已經不是第一次 因為每次去紅族自會 呼籲血褲不夠血 其實這些人都會一窩蜂去捐 但是變了會突然間多了很多 因為我發覺人有少許惰性 我覺得每次紅族 就會多些推廣 可以多些宣傳 這樣會好些 而且我都建議 剛才師生說 如果在公營的醫院裏 做一個捐血站 因為其實人會有些似乎似痛 即是說自己的親人有病 他去探病的時候 其實外國醫院都在做 即是家屬去探病的時候 不如我都去捐血 會有這樣的情況 好 謝謝文小姐 好 謝謝 李國倫 接下來可以怎樣跟進這些官員 立法會那裏有些事情可以做 其實我想這次的事件 令到 我覺得很正面的看法 就是香港人很多很有心的人 雖然和紅族自會可能令到你排隊 但反而我覺得這次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大家麻煩繼續捐血 繼續有心 繼續幫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在管理層裏面 但這是要支援配合的 我們看看這件事 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多些有心的人 就可以更方便 捐得更多血 變成血量穩定 亦會令到香港有需要的人幫助 最後多謝李千成立法會議員李國倫 出席千禧年代 九點鐘之後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年代 稍後再談